漆土要拿掉 我來講的 正常知道那些我的管轄的 他們說你怎麼開機器給他做記錄 他們偷偷給人家偷盜下去 我有沒有 這是不是的 我還有拍聯繫鏡頭的 我們後來 飛的潰爛了 你是怎麼投啊 那個土蓋下去以後會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嗎 你以為你把植物加土蓋土是好事 你蓋超過一公尺 那個樹就死掉了 這一死掉的這個結局的話 這些就投下去了 就變成另外一個破壞帶 然後接著呢 在下雨的話 就讓它縮下來 台灣在開公路工程 除了直接的開挖以外 加上這個企圖倒下去的這個結構 就造成一條一條的崩塌帶 一下雨的時候 齁 哇 第一次看到那種場景 整個那種 還包括我以前在告訴我 我從看到那個塔關山在整個崩塌 下雨在崩塌 那種感覺就像什麼 整個台灣的山河土地這樣在溃解 整個在崩塌在溃爛 我以前以前的形容 三十年前我在台北演講 去年有一位當年聽的 後來又去聽我一次演講 隔了三十年 他就寫了一封信給我 說相隔三十年 他還記得當時我在講那個 撕裂呆呆呆下來 我把你這個錶皮用刀子 切割水銀灌下去 然後這樣沿著你的筆這樣 撕下來的一帶一帶的感覺 那個聽的人說 當時我講這樣撕下來的時候 他不禁叫出來 但是 你這樣看著眼像 跟你在實際現場看到台灣整個地獄 很潔爛 那個感受 那才是絕來不同 這種的年後就做所謂的麗化 那麗化 那都金脈一樣 台灣的公共政策 直接都用選一個五金去聽出來 你知道嗎 那身份 公共身份看多少 你看看那一條路徑過程 這樣路長寸轉 年後才補得好 這就是 最後在上佛遊的時候 但是 原來的這些潰爛袋 台灣的工程養成一個辦法 最短暫時間 把最潰爛的部位 用綠色填滿 包括不惜用油漆 台灣有一段時間 立化到什麼程度 真的用油漆 我那個自然史裡面就有拍到 好啊 立化環境美化人生 請用空白油漆 很快 你看到 臉都立了 這中一代一代的這個撕裂袋 很快你就看到 哇 融座做到很好的 年後 再來 這邊 還要 然後又 又重新做 應該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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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要 前一陣子那個阿里山那個出國那裡不是撕裂下來嗎 那你從開始本來就撕裂袋 他就是用這樣啊 阿貝廷啊 當然人呢 很快就忘記了 沒有關係 一條 所以你要知道 我只要搞一個公共工程 因為我吃不了 啊 一旦來 我就告一告一告 太多的河川遺跡什麼什麼的 一次災難 八八災變之後 最該做的就是什麼都不要做 你讓再三次颱風來 超妙妙的 你不是啊 你第一年災難的 那天土焦流 吞在那裡的時候 你要去把他抖 你要去做那裡 把他抖 把他抖 然後你阻礙他 天然在下一次颱風的時候 自然水會疏離啊 你不見何發生嘛 他就要 累積更大的災難 才會再創造更大的災難 這種公共就是 很多的道路 維持林道標準 很多的道路 維持救援的道路就可以 要我的我是政府的做法很簡單 你里家什麼村 哪裡哪裡 我每一個地方放布 兩部怪手幾部 三貓幾個怎麼樣 然後呢 用這些工程款 來在地訓練 在地提供給他 他們工作 他就負責 這條路的維修闖鋒 小笨的時候 他小吐 我這樣起碼 整個國家的這個稅收 會用在公共使用 至少可以省七八成 你不是啊 你一年沒有那 那你知道那幾塊創什麼 你要知道 給這些比例代表 大家在教堂混賬啊 我親眼看過啊 在那山上的工程啊 一個山坡 一個山坡 你做什麼 我可能不是要用鐵機嗎 你知道嗎 它鐵機不用鐵機 他們用鐵工啊 那不是有這個鋼筋水泥 那個叫主管水泥 那種的 但你看那些 原住人裡面 那些貪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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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們的看多少 但是 有抓到比較沒抓到的 當然 那些有抓到的 那些比較衰的 那裡面還包括政治鬥爭才可 那裡邊還包括政治鬥爭才可 那種人一代一代的這個潰爛 然後接著就是這些潰爛爛爛 就幹嘛種茶 開始整個種茶言 哇這阿里山茶言 這我一台真正說的 到天后一天就是這樣 這以前我們有這樣的 因為我把它揭發開來 當時整個立法院 整個什麼院 齁 到後來還發生 有人去玉山放火 變1993年那一次玉山的火災 要不然那為什麼會發生火災 你看喔 這個整個山地倒震 然後種了茶 以後接下來怎麼樣有的茶 就開始蓋房間 蓋商店 請問你 一家一家去查看看 那個合法化的構成是怎麼 公共電視有一個在做這個 好幾個啦 在把這個歷程弄出來 他從這個檢討整個歷史發展 構想當中啊 就像昨天我念給各位的 王小弟導演那個 不是在高雄那裡拍嗎 他說每天對這個政府都很生氣啊 說氣得都很想要選總統的 這是阿里山剛剛開始種茶的時候 你看 這都這樣捏 這有那個茶主 這個木樁 原來的道理會 一個一個被砍掉的這個現象 嗯 不用按就只要用甩的就可以啊 哦 自會型 你看 自會型 你會不會太自會了吧 拜託 我給他溜光 有這個茶 然後 有的地方就做這個 做那個 做那個 阿苗 苗寵 然後有些時代不能做 你看 你看 人家這樣哭 要阿里山茶 阿里山茶是出名 你知道嗎 你怎麼來賭 我講多數據給你們聽 你現在背後面問食材的人說 你們知道有導遊 一斤茶賣給阿拉三千塊 他拿多少錢嗎 蛤 他拿幾層 還是 我的記憶是什麼 三千是那個月底的人 三百 那個腳拿多少錢 六七層 正確書記我忘了 因為應該講過對這種事情 就是說六七層是那個導遊的鐵 所以 如果要買到的鐵 還有什麼阿里斯蘭的何鐵 基本上那些都拿不到的 還有一段時間多方便嗎 阿里斯蘭獅子會有一個親戚的人 他那個在罵了 還有人把阿里斯蘭茶泡完的那個茶災 去再塞一塞 塞一些甘草粉再賣給他 那個被發現 你如果看這種商業新聞 這沒辦法說 最主要就是說 你知道中國來台灣的理由 有一次報紙訪問 我跟他講這些事情 通通不願意報導 我真的搞不懂為什麼 我就跟他講那個茶 一斤光是那個導遊 炒掉多少錢 六七層 一個阿里斯蘭 從中國開始在他們的旅行室那邊 交了一萬塊 實際用在台灣的 那一邊的領導要不要抽 那邊的旅行室要不要賺 台灣的這邊要不要賺 台灣的導遊又要賺多少 所以來到台灣就是典型的順口六 起的比雞還早 跑的比馬還快 吃的比豬還爛 然後不到阿里山終身遺憾 到了阿里山遺憾終身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用理由品質是怎麼走的 我說這是兩岸連鎖貪污 報紙為什麼不報 我真的搞不懂 只要設計兩岸共同的虎爛點 都沒有人敢報導 那種也是怎麼來的 這個整個理由 到底是誰在串通的 誰是買半 兩岸之間誰在獲利 實質上 欸 台灣人絕對不會去七分三 對任何人 我還有人 大家是很好事 很富豬 真有愛心 大家不會說這樣 但是現在連南部的人 都會產生啊 有一點真正 我在聊聊天 你不想說台灣人空空龍龍的 欸 人雖然閃 那些腦筋都很清楚欸 這背後我有跟您說啊 台灣所有跟兩岸的特殊敏感字眼 都是從南部產生類的 兩年前就聽說 什麼 什麼叫四二六 四二六 你不知道啊 死了啦死了啦 你不知道啊 啊那個 你來看錢文學家 他們要討論 整個 再三個 他們要討論 對選票有沒有影響 有啊 有影響 台灣人 台灣人 是不是那麼容易 就被手買掉呢 這麼疼勒 我還是相信我們的傳宗文化 我們的治癒盛道 誰玩誰 那還很熟 好 好